十字二十二 这题题目也是蛮长 那这题定义很清楚 首先 这一百年土记 在二维区域直角 橫向 纵向坐标系统中 椅子两点 A点EANA B点EBNB OK 我告诉你有两个椅子点 今天使用全站仪 成像以测距均度 等于正乎5mm的加3ppm 正乎5秒 OK 请你这个一定要抓出来 这一定要抓出来 然后设置 侧站在A点 这全站以后 我设站在A点 后是B点 水平镀盘归零 顺值中旋转 观测C点 能静 得到水平角是155度 天灵距是95度 倾斜距离是300 观测C点坐标跟他中午差 好 首先 这一题呢 看到给你两个坐标的 你一定要想办法 先把这两个坐标 相对位置先找出来 这是E 这是N 好 A比两点嘛 先看A E是200 783 A 横坐标 B的比较大 对不对 780比200大 然后坐标 50 156 A的比较小 B的比较大 可不可以 可以 横的 直的 A在这里 横的 直的 B在这里 所以A比较小的位置 出来了 好 A比较小的位置 那到底准不准 这不是你 这不是我们要的 这个人呢 方位讲大概是多少 我们稍后再算 但是我一定要把概略的 按照题目意思写出来 好 再过来 我设在A点 后是B点 这个就有点 类似仪器操作写进来 我设在A 看B 然后杜板归零 他跟你讲 顺时中方向 旋转 他的水平角是 155度 155度 有没有超过90度 超过 有没有超过180 没有 好 你用A这里呢 画一个垂直 画一个延伸 一个五行的 155度 大概在这里 这个大概是C点 OK 这是你的水平角 C当 水平角C当 好 差不多 你把现在的位置弄出来 其他 容易了 再过来 你就想想看 如果我要知道C点 坐标 我有A定C 因为仪器在A 我一定要先算出 5AB 给你两点 算出方向一角 这是基本功 两点算方向一角基本功 再过来 5AB加C的 是不是就5AC了 这两个相加 是不是就5AC 方向一角出来了 我们说定一个新的点 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方向一角 另外一个是平距 水平距离 这个水平距离在哪里 有没有告诉你 没有 但是有告诉你倾斜距离 我们再画一个图形 倾斜距离给你的 这是立面图 这是平面 OK 他今天这里跟你讲 天顶距离 这个实际 95度已经超过了 不理你的 然后这是倾斜距离的死 这是立面 那我可不可以去算出平距 D OK D比S就sinZ D比S就sinZ 三角函数的最基本 三角函数最基本 OK 那我D就出来了 D就出来了 那就好处理了 有D 有5 那7点就定出来了 OK 所以你在题目卷上 其实你已经把相关的都弄完了 之后你就容易巧 你也先把5V出来了 然后刷5AC 然后由天顶距离跟情节距离 算是水平距离 然后直接算坐标 之后 好 这个会了 再过来你看有没有什么中误差的 今天 你是用前测站 然后前测站在观测的时候 你只要测距就有这个误差 测角就有误差 那这里面有测角有没有 有 这边有C答 那一定就有SigmaC答 这边有Z 就一定有SigmaZ 这边有S 就一定有SigmaS OK 这是仪器的本质 它告诉你测距禁度 告诉你测角禁度 意思就是我本质就这样 你只要我观测角度 我一定有误差 就是正乎5秒 中误差就正乎5秒 你要观测一个距离 那一定就有一个误差 我命运的加上3BPM OK 这是一定存在的 所以由这个东西 我就可以去计算中误差 所以这里面呢 有中误差的是SigmaC答 SigmaZ SigmaS 所以你等一下骗我们记得这三个 好 这个容易 D等于S乘以Z OK 然后φAC等于φAB 这个φAB是定值 加上C答 C答中误差 所以这个有中误差 这个也会有中误差 年代的 年代 你不可能说这个没有 这个有 这个会没有 只要两个一个 一个有 至少一个有 那一定有 算新的一定有 OK 你把题目解析完了以后 就是过来你写解答了 首先 水明角 中误差 天理句 中误差 先写好 后面写可不可以 可以啊 计算 请写距离S的中误差 OK 好 我现在算S 因为角度都是中误差 都是中误5 中误5秒嘛 这没什么问题 这回是个S呢 300公尺 等于0.3公里 然后按照5mm加上3ppm 3乘0.3 0.9 0.81 25.81 5.08 5.08 这是mm 要换算到公尺 好 公尺换算好了 OK 所以sigmaS有了 所以sigma θ sigma Z sigma S都有了 那计算水平距离 D的S 就照刚刚讲 D的S 剩下Sine Z OK 好 这Sine 95度 还是做 还是会是正 好 这个先算 所以D也有了 那D有没有sigma D 当然有 当然有 那你可不可以一起算 其实也可以算四个嘛 D 为什么 好 我们最后再来好了 那我先算出说 有AB.0座标的方位角 D1是D1AB 后减前 EB减EA 583正 D1N D1NAB NB减NA 106正 两个都正 这是第一向线 直接5AB Octaining D1EB D2N 好 这就算出来 79度41分 如果我们图木工程 就43秒了 不要再 不要再 小数点 OK 好 接下来C点 坐标 这个容易 5A C点 5B 加 C打 OK 79 再上100数 235度 我刚画的已经超过 差不多 5B 1C 1C 0A定C 1C 1A加D3 3A5A 1C 1A加D3 3A5A 这都是导线的 它的基本放进来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富富 我刚刚最前面的时候 我这个点已经都发到第三向线了 那你概略的 你这边算出来 富富就第三向线了 OK 真正的功力 就从这里开始 我要计算C点 坐标的中复差 那你呢 从前面 你记得你写的 1C点EA 加上D3 5A 这个D呢 再往前面 D是什么 D是S3 Z 所以你把D点S3 Z 再带回来 SX3Z X3YAC 对不对 好 看 DA加SX3Z X3YAC 然后5A用5AV加C档 换句话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表示 因为 我有中复差的 是SIGM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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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 那我可不可以说 由SIGMA S 去推算 SIGMA FIAC 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三个独立 OK 那可不可以由 SIGMA S 结合SIGMA S 去合并算SIGMA D 也可以 但是 我要想表示 用另外一种表示 最正确的表示方法 就是把你的这个式子 用最原来的函数 用最原来的变数 带进去 为什么会这样 在这一体没有影响 在其他体会有影响 特别是分子分母 都有相同变数的时候 那就很麻烦 那会出现在什么时候 甚至在正确定律 出现在前方交费 OK 好 那你把呢 首先 对S偏为分 那就等于后面这一些 然后把数值带进去 再过来 对Z的偏为分 S乘以SIN 这一个东西 然后把这个数值带进去 OK 再过来 对C的偏为分 因为我有SIGMA S 所以就对S偏为分 有SIGMA S 所以对Z偏为分 那SIGMA S 所以对S偏为分 今天你对谁偏为分 是跟你题目有什么中无差有关 不是我想偏为分 就偏为分 题目呢 你知道这三个 所以对这三个偏为分 OK SIG 偏为分是cosg SIG n api 这是呢 cos добав 好 那送 各位 回去有空 那就用这个式子 EC 这样计算 算出来的最后结果会相同 当你做完了以后 首先写成标准是 只要是角度用秒 一定有Raw秒 这是单位换算 这已经快变成那个反射 看到这个秒 一定就想到Raw秒 把相关数据带进去 这里面一大堆计算 计算机一定要按得很熟 你的计算机操作如果不会 赶快用一个小时 两晚把拼命按 按到数字按出来 NC也是一样 那如果你用那个NC等于NA加上D加上cos 可不可以 你这样把它弄 这过后可以没必要 好 也一样 然后得出来的 差不多 OK 这是它的坐标 这是它的坐标中复差 那你也可以把它 如果你要这样写 我也不会很对 正常来写 正常来讲 我会这样写 我会这样写 C EC加减4个码 EC NC加减4个码 NC 正常来写 我会这样写 等一 OK 我会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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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